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然谈到从东北到东海到台海到南海到印度洋这整个国际形势 我们来看看最新的中美贸易民事新闻所做的分析报道 7月4号美国国庆 总统赵丽在白宫阳台发表演说 白天赵丽烤肉野餐 晚上赵丽放烟火庆祝 但许多媒体心里想的却是两天后会怎样 地图一摊开 美国和加拿大 墨西哥 欧盟还有中国都在打贸易战 不止烟火 美国人的国庆大餐也和外国产品脱不了关系 中方绝不打第一枪 简单来说美国是在向全世界开火 也在向自己开火 1月6号等待已久的黑天鹅终于来袭 全球股市似乎早已利空出境 反应不大 真正胆战心惊的还是相关业者 同样瞄准总值340亿美元商品 美国以中国机械 汽车零件和医疗设备为目标 总数超过800项 中国则是锁定美国休旅车 原油和食品 包括牛肉 海鲜以及黄豆等经济作物 不过这还只是第一波 未来两星期美国还将针对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届时双方受影响的商品总值都将达到500亿美元 而且川普还放话表示 未来总额可能达到5000亿美元 美国打着保护智慧财产权旗号 目标中国科技业 CN特别关注9号在香港上市的小米公司 眼看中心华为都被美国封杀 CN认为小米在印度称霸没问题 但要禁军美国恐怕没希望 另外或许就因为美国摆明要挡住中国高科技 中国这一阵子对中国制造2025言论转为低调 中国当局向媒体下令 禁止在报道中提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 以防止引起西方国家的警觉 而相对于美国 中国挑选的报复对象就带有浓浓的政治味 作为一个政治评论节目的主持人 最重要的工作 找一流的具有台湾认同的专家学者 来对国际形势做最清楚明确理性客观的分析 这是我最重要的义务责任承诺 正如这个杂志所作的图表 中美贸易战再度升温吗 从双方的中方的500亿 美方的4550亿 到美国掌控中方的半导体一半 换句话说 如果这图表胜负可以看出来 即使如此我们邀请三位 因为永鸿教授是日文问题专家 川普要什么呢 他安抚俄罗斯牵动北韩 压制中国 台湾当然是盟友 也有可能是棋子 到底川普要什么呢 这本书所提出的问题 容老师请分析 讲过非常多次 十字军西征 会从大西洋到太平洋 然后路过我们非常非常关心的东亚 经过印太直达伊斯兰教的世界 那不是1854年的培里黑船一样吗 像不像 当代版的培里黑船事件 1853年的黑船事件对于日本而言 当然是因此而开国而开放市场 美国现在各位看起来好像是内说 但是对我来说没变过 各位看这个图板 海洋国家三位一体的国家利益 对于美国而言 对Yonger Saksin的海洋国家型的美国而言 第一个这边非常清楚 海洋力权的确保 所以一直在讲航行的自由 通商贸易的排除 战后以来是美国的体制 我们叫做拉丁文叫Pax Americana 美国式的和平 因为美国的一强 或美国的非常的强大 而造成的世界的不再有大国跟大国之间的战争 各位拿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有战后的体制 各位来做比较 马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件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全部是工业国跟工业国之间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没有了 所有的战争不是打一半 不然就是还没开打 你就知道哪一边会赢 就像现在的英法或者是美国 对于叙利亚的轰炸 还没去 大家就知道哪一边会得胜 而且炸了就走 而且那个战争也没有结束 伊拉克战争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最后 当然他要的是自由贸易体系的构筑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 当主持人在问我或问我们 美国到底要什么 惹恼了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 只有对台湾看来还有很多的好意 所以我完全不认为那一件事情是真的 对台湾的好 当一个美国惹恼了EU 对日韩也不是很客气 对中国又采取非常大规模的贸易战的时候 甚至连他的邻邦 以前我们常常讲这件事 中国的旁边因为有俄罗斯或其他的起码民族 甚至南边的印度的存在 所以中国不容易发展 因为外患很多又强 美国为什么可以发展 是因为加拿大跟墨西哥 基本上对美国不构成威胁 但是今天美国自己主动的 骂加拿大的总理说 在G7之后 事先离开就是去参加新加坡 我们非常关注的 跟金生恩的会面 说地狱有一个位置留给你 这个主持人一定最知道 基督教的世界里面讲这种话 已经没有办法倒转 因为天堂跟地狱的对比性实在太强烈 另外一边跟墨西哥之间逐墙 而且真的墨西哥买单 是你们的人跑过来 不是我们的人跑过去 你当然要买单 所以全世界全部被美国一个一个的掩民 用各式各样的 包括移民的 包括贸易的 包括其他的军事的 等等的产生了摩擦或冲突 而单单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对台湾反而每天的报纸都有 现在连 虽然那个知情的人的话 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美国的第七舰队事实上是日常性的通过 台湾的周边 不管是太平洋或者是台湾海峡 那一件事情当然可以拿出来宣传 但是不是太特别的事情 当然还有 再来AIT在内湖的新管 韩旭路在这里要进驻 当然是具有非常非常象征性的意义 我在这里提前讲一下 如果这样的事情要定着的话 或蔡英文政权真的自认为自己是海洋政权 非得跟日媒有高度的联合 而且不到转 所以我经常说的亲海远路 或白话文的话亲美国反中国大陆 的状况要持续的执行 而且强化的话 把苏澳港跟左营借给美国 而且定定国内法 美国对台湾有台湾关系法 最近又定了台湾旅行法 不好意思我们反过去 既然现在蔡英文政权控制的行政跟立法 提案 定定美国关系法 定定美国旅行法看看 这是最新的台湾消息 明天晚上影响大 一般认为这次美国的两艘神盾级的战舰 由南往北应该就是为了回到横须贺 结果没想到你看他到台湾的北海岸 又往下落台一圈 显然的这不只是例行性 而且有这个过去英国人说的 Gun Boat Diplomacy 炮剑外交 这是中国在台湾圈地 也圈海了 他说南海东海都是它的核心利益 也在圈地圈海 那这时候美国如果按照中央解释打台湾牌 两艘驱逐舰 穿越台海 我们从 两艘驱逐舰 巡逸台海周边 应该说表现它的国力 乃至背后还有更大的 中美贸易的 不只是贸易静着了 是国力的展现 国陈教授是 这个Mills Miles Mills海默的高徒 他提出的 Suciditi Strip 这个雅顶跟斯巴达 中需一战 中美两国是不是 中需进行 以贸易战为形式或借口 一个国力的竞争 请你分析 请 中美到底会不会一战 我想现在大概还没有人说得出来 但贸易战在启动 贸易战已经启动 是不是会有武力战 我想至少到现在 中美还没有 真的有这样子的打算 但有没有这样的准备 我认为是有的 那么刚才 这个永恒教授提到 你现在这个川普 他采取的这个做法 跟以往的美国 数十年来做法不一样 他现在跟EU 欧洲关系不太好 然后跟他的邻邦 加拿大关系不太好 可是 美国跟以前 关系不太好的俄罗斯 现在关系不错 为什么 制衡欧洲 印度 以前美国跟印度 关系相对比较距离比较远 现在跟印度 关系比较好 制衡哪里 制衡中国 现在美国跟东南亚 关系不差 这个川经会在新加坡举行 最近跟越南 也有军事的合作 所以美国也是在用一种改变现状的方式 在迎接未来 到可能跟中国发生的冲突 以至于一个新的世界 那么对中国来讲 看到美国这样来势汹汹 站在中国的决策者来讲 他们怎么做决定 当然我们没有看到机密文件 不能够仔细的推断出来 但是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 跟他的幕僚们 一定在问一个几个问题 就是说 你现在美国这样来势汹汹 这是短期这样 还是将来长期都会这样 长期或短期 然后美国现在对中国 这么多的贸易的冲突 关税的壁垒这些 是个案还是结构性 它将来就是要对我们压制我们 然后现在对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 台湾 越南 南北韩 这一些政策 将来是局部这样 还是全面的 全体的 要对中国有所政策的改变 甚至于不利 我想长期或短期 个案或结构 局部或全体 这是现在中国最想知道的 所以在这样的架构下看 我们看说这个500亿 1000亿 3000亿 这些关税 到底多还是少 这些都是筹码 有可能双方达到冲突 继续加码 也有可能达到了妥协 马上让步 贸易战跟武力战不一样的是 贸易战是准备开出筹码 开出条件都是未来让步的 武力战 军舰开出来 飞机开出来 是为了要压倒对手的 这个是贸易战跟武力战最大不同 所以先打贸易战 因为双方都有退路 目前看起来 这个贸易战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 就是说从习近平 推动修改各项的规定 改变了任期的限制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贸易战的 各式各样的手段 一个一个出来 当然我们目前还不能说 是他修改了任期 导致贸易战 但是从历史看来 我们知道主持人对国际关系 我们胡大哥非常了解 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现在西方国家检讨是什么 是因为独裁者出来了 所以日本独裁者出来了 开始侵略 欧洲希特勒独裁者 莫索尼尼独裁者出来了 开始侵略 他们现在当然还没有直接讲 习近平先生是一位独裁者 但是这种政治权力的扩大 导致国际关系的紧张 导致大国霸权的 这种野心的兴起 对这些美国的领导人来讲 这个是他们从国小国中 开始建立的基本常识 所以会不会在这样的情况下 看到是不是一个新的莫索尼尼 新的希特勒的出现 我们不敢讲 但是目前看起来 有很多这种 在中文里面讲 所谓防围杜舰的态度 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逐渐的浮现 而且这些贸易战是可以可放可收的 我非常佩服张国臣教授的分析 其实我在提纲看到他说 习近平把任期 无限期限任 跟中美贸易竞作什么关系呢 各位如果你昨天有看国家地理频道 独裁者手册 昨天介绍莫索尼尼 在之前介绍希特勒 我们知道国家地理频道 是美国另类的文化霸权的宣传工具 等于是类似中国的央视第四台一样 你讲道理 这对美国的传统的美国价值是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你这个切入点的确是非常精辟 我也要请教这个研究战略的子云教授 你看啊 这是今天的社会写得非常好 我相信是葡大宗先生写的 他研究外交 美中爱国主义的对撞 双方都运用自己各自的爱国主义 我刚刚特别引用 你看这个 这是连法兰西斯福山 这位美国最古典的自由派 都说川普以迷你川普们的产地 美国内陆 也就是川普 他正在运用美国价值 来对所谓的独裁者 应该就是习近平非常清楚 做假想敌 正如过去 这个尼克森对布里茲涅夫一样 那更之前罗斯福对希特勒 或莫索里尼或东台湾英记一样 来 这个子云老师请你分析 是 我想应该可以提供一些观点上的补充 就像克劳塞维斯所说的 就是军事或战争只是政治的一个延长 那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很清楚 就是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 贸易跟经济就是国家冲突的一个原因 很有名的菲尼基人 就是海洋的经济 他跟罗马经过了长期的战争 那最后产生一些新的政治结果 那我们来看现在的一个状况 可以简单讲就是说 川普是川普们还是说他是爱国主义 有的确两边都有爱国主义的那个内涵 在做一个支持 但是各位请记得 就是川普在竞选期间就是美国优先 就是他强调是所谓的不公平 要驱逐要不公平的贸易竞争 我们看所谓自由贸易 其实现在是处于一种虚假 就是聪明不务实的状况 就是中国的市场 他对外是采取非经济的手段 去做就是替代关税的一个手段 假的自由贸易 但是实际上又有很多行政 或是说规格上的阻挡 让别国的商品不能进来 那在美国看起来的话 就是说每年两国的贸易逆差 美国损失将近3600亿美金到5000亿美金 这是什么概念 如果是3600亿美金 大概是10兆台币左右 就是台湾中央政府总预算的5倍 那在这个逆差的部分 对中国来讲是顺差 那我们换算一下 大概占中国GDP的3.02%左右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他每年都说经济要保7 就是保证7的成长率 那如果美国抽单了 就是用关税来做一个对抗的话 那对习近平来讲的话 大概就真的是动摇国本了 那再来就是对北京来讲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弱点 也就是北京 他每年的对外的贸易顺差 70%左右 七成是来自美国单一市场 这是一个大背景 那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刚才国陈教授讲一个非常关键的 为什么西方国家对中国 这个高度的警觉 一方面是所谓现在讲的很热门 瑞实力 其实真正原因是因为中国模式的输出 这让欧洲跟西方国家产生一种 希特勒再起的一种幽灵的那种恐惧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包含了经济 还有这种所谓一党独大的威权政治 在开发中国要看起来好像是最有效率的 可是可是我们现在来看历史一直不断的重复 1932年希特勒的纳粹党他修改了威马宪法 加上一个条文就叫做 希特勒纳粹党是唯一合法的执政党 纳粹党的原首统裁就是希特勒 所以变成希特勒可以无限制的执政 那再话说回来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所说的 所有的经济跟贸易变成是战争的导火线 或是前虚物 1929年就是美国就是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 那让希特勒借由民主手段崛起 然后再来摧毁民主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一个很重要 就是西方文化他们目前对这个是高度警觉的 那至于美国的做法 我觉得战略上他第一个是改变以往 就是长期以来那个国策 现在看起来比较像是他要扮演以前英国的角色 就是权力平衡者 他在欧盟在俄罗斯之间 他要扮演重新定位 然后在中国的崛起跟东南亚 还有东北亚国家之间 他还是要再做一个权力的平衡者 那在这一次的所谓军舰烙台的部分 就是一个战略清晰 同样是颠覆以往的所谓战略模糊的一个手段 那这一次的军舰烙台 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可以补充说明一下 在07年就是小英号经过台湾海峡 到现在大概11年之间 从没有美国军舰真的穿越台湾海峡 那这一次往北开 然后再绕一圈往南走 这个传递出的讯息很清楚 有点像说是韩战开始之后 所谓的杜鲁门总统下令 第七舰队协防台湾这个用意 当然现在是美中是没有真正的说 所谓的军事对抗 可是军事的禁逐是非常清楚的 除了美国军舰烙台之外 其实美国空军 也就是说派出所谓的B-52轰炸机 我们可以看这一张是从关岛起飞的 从关岛起飞之后往西北航行飞行 然后再绕一圈再回去 这是台湾南部的宫古海峡 同样的在另外一张图也可以看得出来 美军的B-52轰炸机 是从印度洋的地亚哥加西亚岛起飞 往东飞行进入南海 然后再回程 这都向中国传一个讯号 很清楚的就是所谓的立体的反围堵 那我们现在耳手能详的所谓第七舰队 在这边 它的辖区是所谓的西太平洋区 看起来非常强大 那现在所谓英太战略 也就是把第五舰队 就在印度洋的第五舰队 这边的辖区 也就是划归给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去管辖 但是就是要跟各位观众分享 就是其实第七舰队还不是最强大的 最强大的是第三舰队 就是东太平洋的部分 它的战力大概是太平洋舰队的3.5倍 第七舰队 这有一艘长期配置的航空母舰 第三舰队有四艘 它等于是第七舰队的后备队 预备队 战略预备队 所以如果说台海或是东北亚这边有事的话 可能印度洋会过来支援 因为印太战略 那如果说战事规模无法抑制 或者是扩大的时候 那第三舰队就往西 就是往太平洋方向前进部署 同时支援 这一点传递出的战略讯号 我觉得是非常清楚 那这种战略讯号清楚 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在说减少对手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的意志 或者是说野心 这一点也是同样是对希特勒来讲是避免历史的重复 希特勒当时也是一样 他把所谓的军队派进莱茵飞武装区 测试当时英国跟法国的防卫决心 结果他发现英国跟法国是没有 那个会是和平的意志的 所以就变成所谓的一种绥靖主义 那很清楚的川普现在团队是 要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手段挥击 各位美国政策不能只从美国的观光政策 如果我刚刚提到 你注意到美国国家地铁频道 包括美国学术界 美国学术界最近又一股险虚就是 重新探讨二战期间 希特勒对整个欧洲的征伐 有一本书叫黑土 黑土就指今天的乌克兰跟波兰 里面背后都看出隐蓝的成型 美国新的外交政策 我非常佩服三位 要了解今天的美国外交政策 务必要有历史观点 为什么 刚刚提到的罗马对付蓝边的加太基海权 希腊半岛 斯巴达跟雅典也是海权 好 到近代 大英帝国 到了二世纪 英德之间一战二战 战后 美国 之前有跟美日 美俄今天中美 你必须从历史意识来切入就撂难于胸 最后 坦白讲 只有一个赢家 那你赌谁 我们当然赌具有民主价值跟战略地位 跟国力最坚强者 这也正是 我们回到96台海危机 美建复卫台湾 巩固印太战略 美国接连出手 高搜台我们驻美代表说的 北京已经踩到台湾的底线 美国 跳出来 捍卫 传统 美国人所说的 麦克拉斯说的 黄波提 太平洋的黄波提 中美贸易战 背后 这显示 中美两国的国家的总体战 我们再来看一段分析报道 说到农产品 美国黄豆果然首当其冲 中国2017年 向美国的采购总值 就高达140亿美元 中国除了增加对第二大生产国 巴西的采购量 并赶在7月1号 将印度、韩国、孟加拉、辽国和斯里兰卡黄豆的进口关税 从3%一口气全降到零关税 不仅如此 中国当局更从4月就开始要求国内黄豆增产 而对美国来说 生产的黄豆约有七成都卖到中国 农民难免游行冲冲 就在贸易战开打当天 还传出有一艘来自美国的黄豆船 为了躲避25%的高关税 拼命加速赶往中国 一时成为全球媒体的瞩目焦点 但最后还是功亏已愧 不过中国不仅敢种黄豆来不及 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 从9月开始的下一个年度 中国原本预定向美国进口1.03亿顿黄豆 而全球其他国家能出口的黄豆 加起来只有一亿顿左右 因此有原物料专家指出 就算拉高关税 中国短期内还是不得不买美国黄豆 贸易战谁输谁赢还很难说 不过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 7号投书《纽约时报》指出 川普打贸易战乱无章法 对中国寄出的关税等于自我毁灭 因为在美国的加税清单中 以进口零件为主的中间才占52% 基于设备为主的资本财占43% 两者加起来高达95% 最终消费品却只占1% 虽然看似能减少消费者直接受冲击 但却会增加美国国内厂商的成本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全球化时代 美中两只大象互打 遭殃的绝对不只是这两国而已 台商如果到中国设厂 在当地购买原料 像是机械 石化 LED等产业 统统都会受波及 等到第二波名单生效 电子零组件 金属业 恐怕也不能幸免 我们的出口最大中 三分之一是电子零组件 然后接着的话是自通讯的产品 接下来还有一些是金属 石化 所以虽然每个都不到两位数 但三个加起来也很大 而就整体美中关系来看 从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到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 再到贸易战正式开打 美中恐怕也将一步步走入黑暗旗 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 我要肯定民事国际新闻中心 我昨天晚上看到这些新闻 我特别把它分两段 衰选出来让大家分享 其实民事做得非常好 虽然我们未必完全同意它的观点 我要强调 因为美国的媒体经济基本上 对川普总统是非常非常敌视的 所以我们国内在引用这些美国媒体的时候 也要务必非常非常小心 但是我们是台湾主体 我们强调说 我们借这些美国国际的新闻 来做台湾主体的论述 这本是川普要什么 因为出版社邀请我介绍 我也挂名推荐 其他题的问题非常好 为什么川普要安抚俄罗斯 最近刚刚提到 郭森老师提到了 跟普丁关系改善 为什么牵动北韩呢 蓬佩奥刚刚从北韩回来 虽然无功而返 第三 为什么压制中国 中美贸易到战 台湾的角色 川普把台湾当作盟友 我论伴友也是棋子 都是了 两者都是了 换句话说 美中的竞逐后面 牵涉到国际的新秩序 亚太的新秩序 容老师 请一句分析 先讲结论 现在美国的所有的 反自由贸易的行动 各位听清楚 全部是为了新的 更利己的 自由贸易体制的构筑 也就是说 作为海洋国家的美国 各位看这个版字 下半部分 海洋国家跟大陆国家 刚刚两位老师也都提到了 海洋国家的特征是外向型的 不出去不行 另外一定是自由的 附带上去当然是经济型的 而不是政治型的 大陆国家刚刚好相反 往内发展的 经济上是计划的 经常是独裁的 所以美国在这样的价值系统底下 不出去不行 所以我一直强调 现在的川普美国 到底是历史的新的方向 或者是历史的依托 我相信是后面那一边 是后者 所以会再回去 包括川普的积蓄 当总统下去 甚至日本的关键系统 我已经讲过非常多次 早就在等后川普时代的到来 所以眼前各位看到的美国会转换的 所以在这样的立场底下 再回到我前面说的 为什么说现在不过就是美国在重新定义 更立即的自由贸易系统而已呢 1948年左右GATT的出现 当GATT没有办法在满足美国在自由贸易上的好处的时候 各位知道的 WTO在1995年出现 台湾跟中国是基本上接连的 中国先进去2001年 2002年台湾又进去 而且中国是以开发中国家的立场进去 台湾竟然是 那个是影响真的是太大 台湾是以开发国家的立场进去 所以受到的限制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WTO的谈判 对于美国而言又没有办法满足 这个当然后面的立场是 后面的要素是 美国的国力在战后以来 因为长期的制度性的批乏 真的是衰弱 胡大哥主持人一定最清楚 胡大哥留学美国的时代 说不定已经是美国开始感觉到自己衰弱的 的景象 但是他的前面战后以来 到胡大哥应该是1970年代去美国的 完完全全的在世界上没有敌手的状况 比如说东海大学 我待在东海大学 本来的教授们领的是美金 因为是美国人来盖的大学 是尼克森在当副总统的时候 到东海大学开工典礼 所以也就是说 当初有非常多的好的教授在东海大学 后来尼克森当总统的时候 跑去了中国 建了周恩来跟毛泽东 补助金再也拿不到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东海大学的历史性的大转换 这个我们全部 在东海大学里面听过非常多的老教授讲这件事 所以也就是说 对于美国而言 转换那一件事情是清楚明白的 本来的GATT跟WTO 到后来不能用了 欧巴马的时代提出了TPP 到了今天 川普又认为TPP这样的构组 只能在政治上得到好处 或安全保障上面得到好处 在经济或国际贸易上不一定会得到好处 所以又改了 变成是双边的两国之间的日本超级害怕这件事 也是如果单纯的日本跟美国两国之间来进行FTA的谈判的话 日本以一国的力量非常难阻挡美国要求改变日本的国内法 特别是农业 渔业 蓄产的部门 好 1971年美国总统林克森 废除美元跟金本位挂钩 也就是脱钩以后 他可以印美钞 他透过他的不止粮食 他透过武器 透过资源 还透过金融掌控世界 这个最美的例子 我在美国生活最有事雷根总统那八年 印象深刻 其实就是川普的前身 让美国伟大 美国第一 我希望大家真的非常认真读这个法兰西斯福山 这位美国一流社会学家所写的 川普以迷你川普们的产地 你如果了解美国的内政问题 就了解今天为什么美国总统川普 要发动中美贸易的竞着 他毕竟如果他成功的话 11月的美国大选 共和党会继续掌控国会 如果要成功的话 川普总统要连任并不难 我想主要国陈教授也在美国待过 为什么呢 川普充分掌握 美国人的内地的内部 主要他的所谓圣经地带的 经济因素 政治因素 文化因素 他 我刚刚上一段引述了 他要掌控 目前已经自尊心受挫的 所谓的老男男 老男男 所以美国内地的这些 比较纯粹的白种人 老白 所以他从内部投射到有两个地方 要请国神教授来解读 美月关系 美朝关系 这是最新一本 我觉得这 这是日本朝日新闻著首尔特派员 牧野艾伯所写的 金正恩的外交游戏 写得非常好 他提出问题 这也正是我要请教国神老师的 到底北韩的球 是球生存呢 还是外交诈欺呢 能不能以美月关系的改变 美月现在坐在同一条船上 美韩 美朝 美韩本来就很好 美朝之间也转变了 这个由量变到质变了 来请你针对这两 三个国家的越南跟朝鲜 跟美国的转变 来分析请 这个二次战争结束之后 美国打过两场最大的战争 就是韩战 跟现在北韩问题到现在 第二个越战跟越南的关系 在台湾很多媒体 经常告诉大家说 二战之后 美国的力量开始下降了 现在来讲 二战刚结束的时候 美国是世界最强的国家 现在当然也还是 但是它的力量在下降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二战刚结束 苏联就敢支持北韩 然后包括中国在内 都敢跟美国挑战 打了三年的韩战 后来越战 苏联又支持北越 北越也敢跟美国挑战 打了七八年的越战 总的时间超过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了 到了21世纪的今天 美国再去打伊拉克 再去打阿富汗 还有没有国家出来 支持这两个国家里面的力量 跟美国挑战 没有了 这是什么 因为美国的国力 我认为说 在它的一个到70年代 那种从二战的那种 传统的军事优势 传统的那种国际形式 带给它的优势地位 到70年代它已经降到谷底 但是之后它发展出了 更新的经济生产的模式 包括网际 网路 包括各种新兴的产业 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又回来 而且这是更难取代的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 回到我们主持人讲 这个美月关系跟美朝关系 大家知道六月份 金正恩跟川普在新加坡会谈 现在过了一个多 大概快一个月了 比较没有什么新闻了 因为美国又出牌了 美国出什么牌呢 美国现在提醒北韩 他的国务卿到了平朗去讲说 如果你跟我们合作的话 越南就是你的榜样 你看那个越南 以前跟我们美国打了那么久 而且越南打了30年的仗 它的这个国家的毁坏的状况 超过你们三年韩战的毁坏的状况 可是你现在跟我们合作 譬如说从1985年开始 美国跟越南就开始在这个 归还失踪美军的这个 遗骸的这个问题上 开始合作 现在呢后来这个越南呢 它内部也改革开放 跟美国开始经济上有所来往 从1985年到现在2018年 美国跟越南的贸易成长80倍 所以现在越南呢 它整个的经济成长率 当然它还是开发中国家 可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 有去过越南就知道 它的进步其实很快的 所以呢美国现在呢 就告诉北韩说 你只要跟我们合作 越南就是你的榜样 经济在发展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改变它的政治体制 它的这个越南的执政党 还是当时越战的时候 那个执政党人有患 所以呢你不用担心 这代表什么 美国想要改变世界的秩序 的那种决心 不要忽视 不是只有中国想改变现状 美国也要改变现状 它也要这个跟越南以前 打得头破血流 越战打了那么久 讲和 现在越南在整个东南亚 跟美国的关系 好得不得了 至少是这个中国为之侧目 所以中国呢 也对这个越南在这个领土问题上 也是很头痛 因为越南很强硬 所以呢现在美国就拿这个越南做榜样 代表说你只要好好跟我合作 走进我美国所创造的世界贸易体系 金融体系 好那这个呢 越南也能够发展 你也可以发展 而且我不会改变你的政治体制 美国没有改变越南政治体制 好所以你北韩也不要担心 我认为这一点 是直接在现在这个贸易 美中贸易战的情况下 又在挖中国的墙角 就是跟北韩讲 你跟我合作 好保证你的未来 虽然曲折一定光明 好 卡普兰这位美国第一流的外交记者 研究地缘政治 他最近 他把南海问题研究以后 这本书台湾有中一本 他写一本书叫西晋帝国 他从美国的东北角 自己开车一个月 一直到最西南角的圣地牙哥军港 我们都参观过 他说 当你到圣地牙哥军港的时候 你就感受到 为什么美国要维持全球 十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要维持至少常态的 三百艘军舰在全球各地 他为了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也正是这本书 这本书是刚出版最好一本 两位哈佛学者外交学者所写的 川普总统领导下的 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现象跟未来 川普要什么 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是维持国际安全 一个承诺义务 来 请植云老师来分析这个层面 是 我想就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看这些事情是所谓政治经济角度 不会只是纯粹经济角度 如果只谈经济的话 大概是不会有赚大钱的机会 一定要谈后面的价值 这对一个公司经营也是一样 同样的 就是说现在很多主流的观点 会说是像罗马帝国心率一样 认为美国可能就是说走向黄昏了 诸神黄昏 其实未必 特别是美国现在达成一个很重要的 经济结构转型 就是它所谓的 Energy Independence 能源独立 它2013年开始就不用进口原油了 这点非常重要 以往他们说 在中东的时候美军是为了油去作战 以血换油 可是不好意思 现在美国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油产国 快要变成第一大了 所以它反过来 石油变成美国战略武器 这个战略武器 也就间接的变成美国 压制中国所谓贸易战的另外一手 这个间接战略非常的清楚 那第二个就是说 同样的我们来看北韩问题 就是北韩美国希望它变成越南化 也就是说它维持自己的那个政治体制 那经济开放 这都符合金正恩的利益 但是它在国际的政治上面 会倾向导向美国 但是至少维持中立 或者是不要跟中国合作 这样美国可以专心的来对付中国 那回到地缘政治了 就是中国一带一路 其实就是麦金德的 那心脏地带论的一个延续 你看它现在一带一路就是 都是走那个所谓新月代 他希望把所谓的 那陆全国家的经济往西中亚去发展 来平衡对美国的依赖 可是这挑战非常的大 那现在印太战略就是新月地带 外面的在一环新月 围堵住中国 而且把这些海洋的国家的海洋经济的利益 全部绑在一起 共存共荣 这是美国的一个走法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 川普应该算是一个务实的保守主义者 好 川普总统最近即将出访 幾乎是绕地球一圈 我们在一周后同样会做评论 第二 有一位英国前外相叫David Irvine 他写一本书 他后来写了 他是精神医学家 他写说你要了解政治人物 一定要从心理学来了解 等一下我来介绍每日记书 但最后一个问题 要留给永永老师 几分钟 简单 你说要了解中美贸易大战 要从汇率的观点 为什么呢 简单讲 也是说重要的现在已经不是关税 各位看看 因为我的研究对象是日本 这是美国对于日本跟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所造成的 对日本的最强力的是让日币的不断的升值 1971年尼克森震金之后 美金就再也不是金 所以当然贬值 从360块到260块 到了广场协定 1985年非常非常有名的 从250块到160块 这个都是日币 然后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1990年代的末期 日币升到了79块 非常非常有名的 是半神大地震之后 到了311大地震之后 又升到了75块 这个全部破纪录 也就是说安倍晋山上来之后 如果有任何的意义的话 是日币的贬值 不过要括号 这个日币仍然是升值的 如果你跟360块比的话 今天的日币是110块 所以也就是说从安倍晋山上台之后 从80块左右到了120块 升值了30%以上 单单在这里日本 我们用Toyota 用丰田汽车来看就知道了 80块的时候丰田汽车也是挣的 是赚钱的 所以到了110块的时候 丰田汽车什么都不用做 就多赚了30% 所以我要强调的 台湾也一样 重要的是汇率 而不是关税 如果我们认为台湾也是贸易国家的话 讲得非常好 哪个国家掌控汇率 掌控资源 掌控武器 它就全球震报 我记得好像基辛吉做过类似 非常精辟的论述 我要特别强调 要从精神医学 心理学来了解政治人物 这是英国前外相 David Erwin所作人数 非常佩服 我希望大家能够鼓励大家来看 新闻大解读152台 我们的所有资讯都在这个 福中信新闻大解读可以看到 这本书 我希望大家重新用精神医学心理学 重新阅读佛洛伊德 需要不同于已有的 约定成熟的议法 而这种从议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并以义注和提示 评注多管齐下 将佛洛伊德的未完成式 带向我们的正在进行式 在了解政治人物里面 你多培养精神医学心理分析的方法 你就可以了解政治人物的正在进行式 感谢三位 未来我们要探讨 川普他正在进行式的环球之理 留下什么 感谢三位